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的科普講座 因為我們的這個主題是跟運動有相關的 所以我想我今天一開場 我跟大家就是談一下我的這個想法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球賽 不管是棒球 籃球 可能就是那些比賽 通常下半場都會比較進台對不對 怎麼都沒有人那個 我自己的經驗是就是到 你看那個棒球的話都是什麼 最後一局逆轉勝 那是不是很精彩 然後籃球通常也是到了這個下半場的時候 就特別精彩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我們整整七場的這個科普講座 我們已經正式邁入下半場 然後今天是整個七場裡面的第五場 我們請到的台師 台師大的這個洪聰明教授 那洪教授的資歷 我就要請我們合辦的這個體育室主任 姚主任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請姚主任來歡迎他 謝謝 大家晚安 晚安 然後老師晚安 對啦 老師是我吃大母校的老師 然後我也知道我們游泳隊有一個 有一個同學啊 準備要到考貴校的研究所 我這個鞠躬是請您多多收留啊 那個孔老師齁 其實他是術科學科軍家 然後我雖然沒有直接受教於他 可是我知道運動競技而言 最高段的教技 其實到後面都在比較心理素質 那後來我得到驗證是 何宗達財經和老師齁 帶我去探討那個高山 那個高山的體能那一塊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體能好的到後面 終於又不可以 沒有完成最後的一個終點 體能非常好 全國可以數一數二的 後來才知道他心理素質不夠 所以我們對這一塊啊 從運動心理學切入 我們都講 運動可以健康 可以這個體能的增進 其實很重要一刻可以輸壓 前前有個報紙啊 三個年輕人大二的女生啊 跟一個男生 另外一個女生 連妹到Motel就燒炭了 我看的其實非常非常的難過 其實那就是抗壓性不足 那網路一約 然後事情不就理 那我們運動學的一個抗壓力 為什麼 那今天啊 那洪老師他會給我們來解說 洪老師的學經歷非常的完備 從國手出生的桌球 在我的腦袋裡面 最難學就是桌球 因為速度啊 力量啊 方向啊 桌子就那麼小 大學在學桌球很難成立 可是桌球對於世界的好處 對於我們 對於我們視力啊 我說你現在大部分 98以上都戴眼鏡了 其實還未晚 網球桌球都有它的效果 但是從他的專長到後面走 從馬里安大學 聽眾心理學系 然後博士學位 他從這個走實驗心理學 就我知道是一個 第一個 因為以前的傳統心理學 都做問卷 問卷一大堆 包括現在的這個 那不講了 可是 實驗心理學就是有數據嘛 那要信譜 其實後來 我也知道我們 我們學校認知所 找洪老師來演講 我也特別去 去接受老師的這種教誨 那我更更覺得 運動心理學那一塊啊 非常值得開脫 從這個平常的紓壓 甚至追求更高段 運動表現的時候 我相信待會兒 那個不想老師會透露 靜靜那一塊 不過既然是科普嘛 我希望藉由老師這種 很深厚的這個教授能力啊 讓大家對運動心理學 有一個不同的認識 那我們請用最熱的掌聲 來歡迎洪聰明洪教授 謝謝 祝主任 姚主任 還有我們的老師 還有我們的同學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這個很高興也很榮幸 今天有這個機會來這裡 各位教過朋友 那這個剛剛兩位主任都做一些介紹 不過感覺還是有點嚴肅 那要講抗壓呢 我想先講個笑話給大家聽好不好 好 但是我這個笑話必須要用英文講 因為這是我在國際上講的好多次笑話 每次講都一定會讓大家笑來笑話 不過我在講之前我都一定先確認一下 這個如果我的這個朋友裡面有美國人的話 我會確定他是民主黨不是共和黨 我才能夠講這個笑話 好 那這個笑話還是有關這個美國以前的一個總統 叫做布希 這是這個小布希 小布希總統 這個J. W. Bush 那這個布希總統呢 他講說 He got a headache Tonan got a headache 所謂 went to see a doctor Actor physical check-up Doctor came to see him The doctor said Mr. President Your brain has two parts One is left And one is right The left has nothing right And the right has nothing left 笑話講完 好 那個要講抗壓 當時科教中心的人跟我聯繫的時候 我看一下我們科普的這些請的老師談了很多的議題 那因為我個人的研究的一些背景跟一些過去的一些資歷呢 我主要是在心理學這方面 那心理學這方面主要談的是兩個東西 一個叫認知一個叫情緒 那我知道之前那個張志宏總老師已經講過認知了 雖然那是我現在最近的研究主要走這一塊 但是認知已經有人講了 那我就當然就講點跟情緒有關了 那在情緒當中那麼那麼多情緒呢 我們現在雖然有正向心理學都要談如何 How to be happy 但是我想各位可能可以多讓各位更有幫助一點 是我教各位如何能夠勝出 那我今天跟各位要跟各位分享的題目叫做 運動塑造抗壓性 那我現在的subtitle是勝出的關鍵 那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為什麼我這樣說 這個我們在談成功 一個人要能夠成功 事實上是確實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能力 那各位各位從小到大花很多時間在練書 在練書像你們現在是中央大學的這個學生 不管你現在是練under還是這個graduate 你主要在學你的專業知識 你主要在學你的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越高越有機會成功 但是呢專業專業知識是不是一定會成功 那不必然 那不必然 各位可以知道台大醫學每年考上醫學 你學醫學系的人有多少人 是每個人都能成功 考上法律系的人也很多人 是每個人都能成功 其實 在這樣的一個篩選過程裡面 雖然結果篩選大家都當成熟器了 但是呢最後還是會有人相對比較成功 相對比較沒有成功 那需要哪些條件呢 這個是我底下列出來幾個條件 一個是成功心理素質 那我今天呢我要特別強調這一塊 塑壓抗壓 但是呢我會稍微也講一點這個東西 那這個其他的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再跟各位分享 講到壓力 講到壓力 這個想到就有壓力 想到就有壓力 這個壓力呢 為什麼會有壓力呢 我現在特別強調是心理壓力 因為壓力其實有心理性壓力跟物理性壓力 那等一下我會稍微講一下物理性壓力 但是我現在特別強調心理性壓力 這個人會有壓力主要來自於 不平均的分配 不平均的分配 各位想像一下 如果你現在住的房子 你開的車子 你的收入 跟大家都差不多 你的壓力會不會小一點 會不會 但是很不幸的是 現在的社會呢 剛好相反 剛好相反 我們現在是有非常非常不平均的分配 所以各位都聽過這麼一個法則 叫八十二十法則 聽過沒有 八十二十法則 好像用在很多地方 那如果就財富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意思是說 二十%的人 他能夠分到八十%的資源 但是剩下那八十%的人呢 他分多少 分他剩下二十%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大錢人提到的M型社會 我們現在的分配已經不像是 過去的那種叫做常態分配 這是一個重型曲線的分配 也就是說呢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呢 都在平均數的左右 只有非常少數的很窮的人 跟非常少數的很有錢的人 這是以前 以前常態分配的一個社會 但是呢 現在這個社會慢慢慢慢 越來越極端的走到M型社會 而且這個M型社會呢 還不是兩個M的這個頭呢 是一樣多 事實上是左邊多 右邊少 不然句話說呢 比較多人 比較沒有錢 有錢呢 還是有一些人 但是想說比較少一點 那所以這個 八十二十法則呢 他讓我們大家有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 請問一下 我們大家還沒有找到工作的同學們 你們想不想讓自己變成是那二十%的人 想不想 我相信你一定想 對不對一定想 那中央大學的學生呢 中央大學的學生 應該是蠻有機會進入二十%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告訴各位 誰會有最大的壓力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不知道在運動界 在運動界 參加奧運是一個運動界的一個 一個 一個算是 運動的一個殿堂吧 參加奧運 如果你的運動項目是奧運項目的話 參加奧運是一個運動的殿堂 那能夠拿到奧運金牌 可能就像學術借信 然後諾貝爾講那種 那種 那種 那種期望吧 好 那我們台灣 台灣的 這個奧運的這些 這些國手們 這些國手們 有很多種項目都可以參加奧運 雖然都比人數不多 比如說我們的天徑 也有少數兩三個可以參加奧運 游泳也有兩三個可以參加奧運 那我們奧運呢 比較有希望的就是 過去就是拿過牌的就是 跆拳道 舉重 有 也曾經有射箭 那偏方球 去年拿到第四年 好 那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在整個備戰奧運的過程裡面 你覺得 你覺得 是田徑游泳選手的壓力比較大 還是跆拳舉重選手的壓力比較大 在備戰過程裡面 誰的壓力大 很明顯是跆拳 很明顯的是跆拳 幾重壓力大 對不對 田徑游泳的這個壓力應該小吧 那為什麼 所以這個道理告訴各位 誰壓力最大 這六個字 誰最大 有機會 有機會 沒把握的壓力最大 這樣清楚嗎 這個是 我們要知道 有機會 但是沒把握的壓力最大 那我剛剛說 中央大學學生應該是有機會 應該有機會 但是呢 我想沒有人有把握 沒有人把握 因為20% 事實上也不容易 不容易 全台灣20%的人 那你沒有多少人 所以 這是在跟各位談壓力的一個 一個重點 那我今天 我在談這個內容 因為心理學 心理學過去 常常給人家的一個 一種錯誤的感覺 心理學就是好像 空談 空談 談一談而已 談一談 聽一聽 要造成很大影響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所以呢 我今天我要講的重點 我要 要教各位一些行為習慣 一些行為習慣 為什麼要談行為習慣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知道一件事情 變不困難 變不困難 你只要讀幾本書 聽你講那些話 你就知道很多事 所以知道上面 知道上面 並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呢 你從知道 從知道 很多事情要做 你倒能夠產生一個意圖 就是我想要做它 其實這當中呢 就有一個gap 就有一個gap 那從有意圖呢 到真正 採取行動 捲起袖子 拉起褲管 要做那個事情 這個行動呢 這中間呢 又有一個gap 那各位知道 有的行動 不一定能夠 持之一行 對不對 所以我不曉得 在做生活 過去的這個 經驗裡面 應該有一些事情是 你曾經想過要做 但是可能一直都沒有做 只有停留在想的階段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想過 也做了 但是呢 骨頭蛇尾三分鐘熱度 有沒有 所以告訴各位 行為習慣是最冷的 行為習慣是最冷的 那今天是科普 所以也不要只有聽我講 這樣 這個就是講一講而已 還是給各位一點點 一點點這個基礎 就是我想上個禮拜 張志鴻 張老師跟各位介紹 認知神經科學 很重要是神經 就是神經 那也有剛好 也是接受這方面訓練的 所以我稍微講一點這個東西 就是 我們之所以能夠 之所以能夠產生一個行為 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行為是透過一些學習 所產生的 那這個學習呢 簡單在神經的這個level 來看學習就是connection 就是神經跟神經之間 產生一些connection 那有產生connection 這connection呢 你如果給它 足夠的反覆刺激 這connection的強度 強到一個地步之後呢 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自動化 變成自動化 那這樣一個過程呢 各位的生活上面 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經驗 比如說 你剛開始學習 腳踏車的時候 然後 我不曉得是不是大家都會騎腳踏車 你剛才學騎腳踏車的時候呢 一開始學的時候 你可能必須要怎麼樣 全神灌注 然後呢 抓著手抓著這個 這個腳踏車的這個車把 可能手還要抓著那個 這個煞車 很怕 它要吃過頭 很怕怎麼樣 這是你的這個 控制 你做這個 這個騎腳踏車這個技能的 那個神經連結呢 它連結強度 還沒有到足夠的強度 所以你會產生很多的變異 產生多的行為變異 所以呢 一開始騎得不順 但是你經過 一些的反覆之後呢 這個連結它的強度 越來越強之後 它行為變異就越來越小 所以呢 就越來越順 能夠貪 能夠隨行手遇 所以你騎到最後 你可以一邊騎腳踏車 可以跟人家一邊聊天 是不是這樣子 做任何事情 任何Skiller 任何Skiller都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騎摩托車啦 開車啦 做什麼事 都是一開始 必須要全神灌注 才有辦法做 但是呢 做到 這個一段時間之後呢 就可以 就可以呢 用很少的心 就可以讓它運作 因為它已經變成是一個自動化 那這個纖維習慣 就有點這個味道 這樣清楚嗎 所以 如果你像你現在 每天從中央大學移開之後 你如果是你是開車或騎車 回去的路上 如果你每天都走相同路線的話 你會發現呢 你不用想 它自己就會把你帶到家裡去 對不對 如果有一天呢 突然呢 你原本想說 我今天不要直接回家 我要先轉到別的地方去 但是呢 你可能一邊在開車 同時在跟人家做聊天的時候呢 會不知不覺把你帶過去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叫做習慣 所以 行為習慣 行為習慣的養成 的幾個關鍵就是 第一個 你要先學習用心 去把你想要做那個行為呢 能夠把它做一個 做一次完整的完成過一次 這個用心呢 如果你多幾次 讓它不斷的把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Circuit 好不好 這個神經的一個回路呢 它能夠不斷的反覆 好多次之後呢 這個回路之前的 Circuit 就會強到 它就變成自動化了 當它變成自動化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行為習慣 你連想都不用想 它自然就會出現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如果把這個地方帶到心理學上面 各位都知道背光跟樂觀吧 那背光跟樂觀才在哪裡 這個 這個如果啦 如果 這個 你手上有一瓶 這個礦泉水 好不好 上面呢 如果是下半瓶 好像要半瓶 上面半瓶 礦泉水 你如果在 沙漠裡面 走了很久 然後呢 從你的包包裡面 拿出最後一瓶 欸 你看到最後一瓶 上面有半瓶水 一個樂觀人會怎麼看 還有半瓶水 悲觀怎麼看 慘了 只剩半瓶水 對不對 所以樂觀悲觀 相同刺激 相同刺激 就視覺的角度來看 視覺是接收到相同的訊息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因為這個視覺訊息之後 對它這個後續的解讀呢 神間回路呢 一個樂觀人 他就一直不斷的走到 比較有希望的那邊去 對不對 比較正面的方向去 一個悲觀人呢 就走那個 比較 比較負面的那個地方去 所以樂觀跟悲觀 這種人的一個個性 就是 也是這種神間回路 他所形成所連結的 這樣清楚嗎 所以呢 這個 我說我今天 等下的所有的內容 我都要教各位 如何透過一些手段 一些方法 讓各位呢 能夠形成一個 比較具有競爭力的 比較具有競爭力的 一個行為習慣 然後這是我 要跟各位做說明的 好 剛剛講過說壓力呢 壓力 主要心理性的壓力 是來自於 分配不均 分配不進 這是現代的社會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資訊流通 資訊流通給大家更大的壓力 為什麼 你混得好不好 全世界都知道 最近我一個研究 我發現 使用費時不苦的人 比較 怎麼樣 比較快樂的人 不快樂 比較不快樂 為什麼 其實快樂的一個簡單道理 就是井底之蛙 無知人還蠻快樂之蛙 為什麼 因為他裡頭過得很好 對不對 他裡頭過得很好 那你如果 越知道越多 知道越多 你知道原來 我以為我就尊重不到房子 原來他住那個套天耶 對 我們住在台北 我想說我家裡有四十年 我就很高興了 結果我同學住在四十年 有四層 哇 已經很不高興了 所以 所以資訊 資訊的流通 讓我們有更多的 更多的機會 更多的access 到很多informations 這informations 讓你去怎麼樣 去做一些comparation 對不對 一些比較 那人就一比 就被比下去 比較就不快樂 所以 這個是另外一個 讓你有壓力的一個原因 當然 最重要是裡面 最終最終 讓你有壓力 心理性壓力主要來自於 自尊受危險 自尊受危險 不然就是說 現在的壓力 心理性壓力主要來自於 民主 變質的問題 所以各位一定有經驗 因為在座大眾都是學生 你考上中央大學 如果你知道你的小學同學 很少人上國立大學 你會不會非常樂意參加同學會 會不會 如果你的小學同學全部都上台大 就你上中央大學 不好意思 我不是說台大一定比較好 不過我就是在 當然觀念裡面是 台大學好像比較好 這個人剛剛 只能跟我講說 自尊受大學很多戲還不錯 但是我想要相對的 相對的 如果你發現你的同學都混得比你好 你一般而言也不太想要 你三個同學會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當父母也是這樣啊 如果我的兒女是北一里建中 我非常喜歡跟我的同事 我非常喜歡跟我的朋友 聊聊我的女兒 我們的兒子 對不對 但是萬一我的兒子是讀太北的 我想就就算了對不對 就不要談了 是不是這樣子 都是民主 面子 這個面子 心裡也叫自尊 自尊 所以我們社會上有非常非常多 為了自尊 為了自尊 所做的很多事情 比如說 各位 都知道什麼叫報復吧 報復的行為特徵是什麼 應該是想要炫吧 對不對 所以報復的行為特徵想要炫耀 那他為什麼想要 為什麼會一直想要用這種炫耀 想要會纏這種行為 炫耀這種行為 可能會是什麼 今天就是把整個黨內 對 他強化自尊 因為 所謂的爆發戶 郭台銘如果 拿到樂透 十億 他是不是爆發戶 他不是 因為他本來比十億還更多吧 所以他不是爆發戶 爆發戶的意思是說 他本來沒什麼錢 對不對 所以 在這個社會上 原本本來沒什麼錢 在這個社會上 本來就比較不會變成尊敬 對不對 這是這個社會這樣子 所以呢 他 爆發戶 是他沒有 當爆發戶之前 事實上是一個 還蠻需要被尊敬的 這個被尊敬的需求很高的一個個體 當他一旦拿到有錢 他想要用最短時間被尊敬 所以他最常產生的行為 就是炫富行為 炫耀行為 所以他 如果手上 戴了一個三百萬的手錶 他會說 欸現在幾點幫我看一下好不好 他說會動作的咧 他希望說 欸欸你那個手錶很多錢 他這樣說 欸沒有沒有沒有 他心理還是說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我想講這些 講這些 雖然各位聽一聽笑一笑 但是各位 這些都有很多心理學方的 很值得各位思考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 有很多很多的行為 但這個行為不外乎 就是他希望 他的自尊 能夠被提升 能夠被保持 那壓力 大部分的原因都來自於 你很擔心你的自尊受威脅 這個是我想我要強調的 那當然 另外一個壓力是物語性壓力 物語性壓力 那這個物語性壓力是說 比如說最近不是 天氣比較冷 很多人都突然就走了嗎 這是物語性壓力 這是物語性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他身體 他身體 沒辦法去克服 去對抗 這麼一個突然的變化 昨天好像報紙叫我們說 洗澡要先洗什麼 先洗身體 不要先洗頭 對不對 這個是stress 好不好 所以壓力的英文叫stress 好不好 stress 他泛指 不管是心理性 物理性的 一個突然的平衡破壞 好不好 他把你平衡突然破壞 他是用precipation 好不好 把你破壞掉之後呢 你身體怎麼去因應他 那心理性的壓力主要來自於 剛剛講的自尊的威脅 那身體 身體性的壓力就是 剛剛講的物語 比如說溫度啦 比如說高度啦 氧氣啦 這些這些不同變化 你身體突然被破壞掉 你如果能夠去因應他 所以我在主要上課的時候 我都跟東邊學員說 你如果不曉得什麼叫做 物理性壓力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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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奧納多那部電影 那個叫什麼 鐵達利號 鐵達利號 我問他說 你知道李奧納多怎麼死的嗎 怎麼死的 我說就是因為沒辦法對抗壓力 什麼壓力 溫度的壓力 溫度的壓力 因為他到海水那邊去 海水的溫度是接近黏度 所以那個溫度 是一個壓力對他身體 他身體一開始碰到壓力的時候 他開始要做什麼 要做反應 這個反應就是想要產生 足夠的熱量 來面對外面的低溫 但是各位知道 我們身體在碰到這種壓力 它產生熱量的過程當中 它動緣了你的所謂的動緣系統 就是你的膠管身體系統 這比被動緣到膠管身體系統 事實上裡面的事實上是有限制的 你一直不斷活 到一個地步之後 他就衰竭了 所以之後他就是 會進去走 會累了 會想睡覺對不對 因為假如神經病 動到一個地步之後 副假如神經病就要進來了 要進來的時候 你就想要休息 想要睡覺 但是一睡就是 就不起來了 所以這是從科學來 告訴各位 李奧納多是這樣死的 當然 老百姓說被動死了 被動完死是老百姓講話 我肩閃科福 講一點科學 他是被壓力 被溫度的壓力 弄死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這樣一個了解 好 那 我剛剛說 今天要教各位怎麼勝出 一開始 一開始 我們說成功 你需要有專業資能 那我們中華大學的學生 有學到非常好的專業資能 但是你的對手 像你這樣條件的對手都不多 除了大學的對手 而且現在又是國際化 你的健身對手恐怕 也不是只有台灣人 對不對 現在大陸的學生不是很恐怖嗎 我每次帶一救生去大陸的時候 我去我就搖頭說 我以前怎麼跟他拚啊 這個大陸的學生怎麼這麼拚 怎麼跟他拚啊 我們都很擔心 所以你的健身對手 不是只有台灣人 不是只有台灣的同胞而已 還包括全世界 那 這麼多對手 你如果能夠勝出 如果能夠勝出呢 我告訴各位 抗壓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壓力有很多負面作用 比如說呢 壓力會讓你身體弱化 會弱化你的身體 怎麼說 請問一下你有壓力來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受 急性的壓力感覺就是 心跳會加速對不對 是不是 心跳加速 肌肉會緊繃對不對 如果你發現這裡 常常肩鹼很痠痛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你蠻大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各位有沒有在考試之前 好像緊張到 或是座位沒有加的時候 會緊張到睡眠睡不好 有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他影響睡眠品質 他影響到你進食下去之後呢 食物在你身體裡面的消化 消化狀況 所以足科 足科這些科學區的這些員工呢 他們普遍性的呢 他們有這種消化系統上的問題 比如說 胃潰瘍啊 那些什麼什麼潰瘍啊 這些消化系統的問題呢 還蠻普遍的 這都是壓力 壓力呢 讓你睡不好 讓你消化不好 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狀況呢 基本上 你身體就被弱化 你如果常常處在壓力情況之下呢 你身體如果睡不好 你如果消化不好的話 因為消化 是讓我們佩服衝一樣 睡眠是讓我們是一種 一種 recovery 這兩個東西都沒辦法 都沒辦法做得很好的話 你一天兩天OK 一個月兩個月OK 你這樣遲免看看為什麼結果 你身體肯定弱掉 那其實除了這個之外呢 各位都知道 大部分的大部分的病 大部分的病 除了外傷那種之外呢 由內部所產生的病呢 有80%跟壓力有關 這個是內科醫學的一個說法 癌症 癌症現在大家 這個還蠻普遍的 它也是跟我們 免疫系統的弱化有關係 所以這整整導演我告訴各位就是 壓力弱化身體 行為上面呢 壓力來會讓你退縮 你會想要逃避 這是行為上面容易產生的 而且呢 壓力會讓你心情不好 那各位知道人心情不好的時候 容易產生暴躁的脾氣 暴躁脾脾氣 接著就可能產生一些人情的衝突 所以壓力會讓你人際關係會變差 你可能本來也很好的朋友 結果因為壓力不好的時候呢 回了一兩句 不應該說的話 結果關係就搞砸了 這個都是 這都是一些狀況 所以整體有一點 壓力讓你的身體變弱 壓力讓自己 你的心情不好 產生不好的人際關係 這整個種種加在一起呢 它讓一個人的競爭力會下降 所以這個是壓力的產生 有這個負面作用 那講這麼多 你一定想說 那為什麼上帝要知道這個壓力 這個東西給我們 它的道理何在 那我要講一點道理就是 為什麼要有壓力反應 壓力反應就是 因為壓力所產生的這種身心的反應 為什麼要這個反應 其實呢 壓力反應是我們動物生存 動物生存上面必要的一個機制 任何動物呢 任何動物呢 它在生存上面 它會產生幾個原則 第一個叫簡約原則 節約 要節約 節約什麼呢 節約 energy consumption 我們能量的 consumption 一定要節約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的肚子 我們身體裡面所產 所保留的那些能量呢 就像一副汽車裡面的油箱 一副汽油箱 一副汽油箱呢 是有限的對不對 不管你汽車多大 多大台油的汽車 你的油箱就是容量那麼多 所以你要怎麼樣 你要確定你跑一跑 跑一跑 在油還沒有用完之前 你湧到下一個加油站去 加油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這個節約的原則呢 各位可以看到很多 動物都有這個現象 比如說 請問各位 你有機會 比如說去看一下 老虎 獅子 這種猛獸 你看到這些猛獸呢 除了動物也不算好不好 動也不算 如果在原野的猛獸的話 你認為這個猛獸吃飽之後 會沒事在那邊追逐嗎 會不會 在餛獸吃飽之後做什麼事 懶養養的睡覺 為什麼 因為他要確保 他體內 所儲存的這些能量 能夠留著 不要亂花對不對 不要亂消耗 留著呢 一些力氣 可以來補下一次的食物 這是 他的一個運作是這樣子啊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 今天各位在聽我演講 為什麼每個人都坐著 沒有人站著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人站著 是不是為什麼沒有人這樣 在聽我演講 為什麼 這跟自主沒關係 因為 你的潛意識裡面 告訴你 盡量 節省 能量消耗 你的潛意識 盡量 所以 人類的懶惰 是天神的 要告訴各位 懶惰是天神的 同不同意 你們如果有電梯的話 你會不會想要走樓梯 除非你非常有意識說 為了健康 為了我的腳好 我去走樓梯 對 否則的話 我們會想辦法盡量 節省能量消耗 這是我們天神的 因為 我們現在雖然 各位 我們都生活在一個 目前生活在一個 非常高度文明 高度文明的一個社會 我們的食物取得 隨時 隨時可以得到 7-11 就在我家旁邊 我冰箱裡面充滿食物 所以我隨時有食物可以 可以補充 我們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沒有錯 但是各位要知道 在人類生長 人類生長 在地球上面 至少 至少 好幾萬年的 這樣一個長時間裡面 能夠享受這種日子的 時間多不多 應該大部分都是要經過一番奮鬥 才有東西吃嘛 清楚嗎 所以就進化的觀點 就進化論的觀點 我們現在還是進化在 以前那個時代 就是呢 節省能量消耗 因為呢 不一定有下一頓飯 所以 告訴各位 我可以justify lazy 懶惰 是我們的天性 我們一定想辦法 要懶惰 要節省能量消耗 這是這個道理 好 所以 講這麼多 要告訴各位一個point 就是 我們會想辦法盡量不要想要怎麼樣 所以 你可以發現我們心跳 我們心跳 我們現在心跳 正常人 成人的話 我們健康教育課本告訴我們是72下 對不對 72下 這個72下 為什麼是72下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 有兩個神經系統 控制心跳 一個叫膠感 一個叫副膠感 這個72下 是一個副膠感神經系統 再給你幫你踩煞車 副膠感神經系統 幫你踩煞車 煞住 讓你不要跳太快 如果你開始走路走快一點的話 你的心跳越來越快 這是因為你副膠感神經系統 那個煞車 把他拿掉 所以副膠感神經系統 光副膠感神經系統 把他拿掉 你的心跳可以跳到差不多100下 之後再怎麼樣 這樣的神經系統 這個油門 再給他踩下去 下去更快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心跳 這個心跳 它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 汽車那個引擎那個轉速 這樣的比喻各位聽懂嗎 你的汽車引擎不是那個轉速嗎 轉速越高越怎麼樣 越耗油不是嗎 是不是這樣子 轉速越高越耗油 但是轉速越高也代表怎麼樣 代表越有 動力對不對 動力越快 動力越大 好 所以這裡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為了節省能量消耗 所以我們會一直的採取低轉速 就是心跳跳到很慢 那低轉速也代表沒有什麼動力 所以如果你一旦碰到猛獸 你在遠遠上面本來在走路 心跳大概只有七八十下 你碰到一隻獅子 你看到的時候 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 內部他就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 哇 這個是Life 對不對 Death 生與死的 生與死的一個搏鬥 所以心臟 心臟馬上要做一個快速的轉速拉高 所以心跳可能從原本七八十下 變成150下 做什麼 快速的把血液 把血液 把血液 血液裡面充滿了葡萄糖 跟充滿了氧氣 快點打到你的四肢 跟打到你的大腦 這個四肢就是肌肉縮縮用的 大腦就是做所有的判斷用的 做所有的決策用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壓力反應 這樣了解嗎 所以壓力反應是一個 這個讓你從 節省能量消耗這種低轉速的狀態 可以在最短時間 變大高到變成是一個 高度能量狀態 讓你可以去應付這個威脅的一個機制 所以壓力反應是幫助你生存 這樣的解說各位可以接受嗎 所以壓力反應是好事還是壞事 應該是好事不是吧 是好事吧 它幫助你應付威脅 所以壓力反應是一種動員機制 動員機制 就是動員你身體的 身心手的這個資源 去幫助你應付威脅 所以這個是讓各位了解這樣的一個 一個作用 好所以這些 剛講的這些反應產生出來 最難看到的是心跳加速 血壓會升高 血液會重溫配 請問一下血液溫配到哪裡去 剛才我有講過啊 四肢跟大腦 所以這時候血液最常是從你的內臟流出來 所以為什麼常常壓力會產生消化不良 都會這樣懂嗎 所以原本你吃飽飯之後 吃飽飯之後 血液要流到你的內臟 幫助消化吸收 但是壓力反應 血液流到四肢流到大腦 這裡面沒有血液消化不良 這個道理就在這裡 還會出汗 我要給各位一個問題 流汗的作用各位都知道吧 身體流汗的目的是什麼 的作用是什麼 散熱各位都懂 那我問一下手心流汗的目的是什麼 手心會出汗的目的是什麼 很多地方流汗都是為了散熱 但是手心的出汗有特殊的目的是什麼目的 猜猜看 如果你猜不到的話 想一下 我如果給你一百張一千元的鈔票 數鈔票用手數的時候你要做什麼事 要不要沾個水 沾個水比較好數對不對 為什麼啊 因為糖會增加摩擦力對不對 一點點水水太多會滑 但一點點水會增加摩擦力對不對 所以我講這個當然是根據理論上說了 就是有學者這樣說 手心出汗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 幫助你把武器握得緊一點 因為以前的武器不是像現在拿槍 以前拿什麼 可能拿一根長長的像標槍那個東西來刺對不對 所以武器可以拿得更老一點 或是你如果碰到猛獸 比如碰到老虎獅子 你會去跟牠打鬥嗎 通常不會你做什麼事 你要跑 但是你要你跑得比牠快嗎 人類這種動物在自然界 我們的跑步速度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還不錯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會爬速 爬速的話 手如果濕濕的會比較好爬 這樣清楚嗎 所以手心冒犯 根據一些學者的看法 手心冒犯的目的 不是為了散熱 是為了幫助你 在戰鬥的時候 把你的武器拿得緊一點 在逃跑的時候呢 能夠爬速比較好爬 所以它有這樣一個作用 處犯態度不好 處犯態度不好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人處犯其實 就Evolution 把這個Evolution的角度來看 它是不適宜成存的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各位知道 我剛剛講的 就進化論 進化論 適宜成存不適宜淘汰的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很多很多的人 跟忍耐 事實上它的反應 事實上是跟那個 還好我們現在生活比較文明 不需要經過這種大自然的淘汰 換了火車的話 就淘汰的角度來看 事實上 當時比較容易被淘汰了 當然這個有空格 可以跟各位在各位 因為這個還很多可以聊 心理反應就是你壓力來 你會產生警戒性 你的注意力會載化 換句話說 壓力來的時候 你比較沒辦法想得很寬 想得很大 你怎麼樣 你會非常緊張 就是注意力會完全專注在 解決眼前的問題上面 所以這個壓力 壓力反應在身體上面 在心理上面 會給你產生的一種 會給你產生的一種反應 所以這個是 這個會影響到我等一下講 所以整體猶元 壓力反應是快速動員生氣的資源 那剛剛講過 如果就人類的生存歷史來看 在地球上面幾萬年以上的生存 各位想一下 我們所碰到的壓力 都是哪一種壓力 你不要想你現在的壓力 大部分的人類 95%以上的人類歷史裡面 我們碰到是什麼壓力 我現在講心理壓力 我說在心理的壓力上面 我們現在最常碰到的壓力 是什麼壓力 就是碰到猛獸 碰到敵人 對不對 這種壓力不是嗎 這是我們大眾人生存上面 最常碰到的 對不對 那想像一下你碰到猛獸 碰到敵人之後 碰到他之後 接下來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關什麼事 這個心理學家說 叫做Fight or Flight 對不對 Fight or Flight 它比我小隻 它是我的蛋白質 對不對 它是我的肉啊 對不對 所以我先打他 打贏我就有肉吃對不對 他比我大隻 我是他的肉 怎麼樣 快點 對不對 所以Fight or Flight 那請問一下Fight or Flight 要不要很激烈 會不會很激烈 會不會很激烈 會很激烈 是不是大肌肉活動 是大肌肉活動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人類碰到壓力之後的最自然反應 就是戰鬥或逃避 這種大肌肉的活動 所以這個是 為什麼我叫各位一定要運動 知道嗎 為什麼我叫各位要運動 因為這是最自然的 這是碰到壓力最自然的反應 好 那再談一點 談一點科學性的一些證據 運動在紓壓 在紓壓上面 有什麼樣的 有什麼樣的 一個作用呢 急性的效果 只會急性的效果 就是運動完之後的力氣效果 比如說你現在出去外面 跑30分鐘 跑完之後的 跑完之後的力氣得到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就是 你會把壓力手引發動員的資源消耗 然後掉 那這個為什麼要消耗這些資源呢 我們亞老師 他是運動生理學官家 你可以多問他一點 但是我用我非常非常非常粗淺的一個 知識來跟各位分享 當你碰到壓力的時候 當你碰到壓力的時候 剛剛講過壓力來的時候 你的心跳會加速對不對 心跳加速的目的是為了要把血液快速的送到全身 各肌肉跟大腦 因為血液裡面 會有葡萄糖跟會有氧氣 這兩個都是主要燃料 主要燃料 那這個葡萄糖 它的這個增加呢 事實上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我們的內臟 來自於內臟 這內臟會把葡萄糖弄出來 那這個弄出來的同時 它會 各位知道葡萄糖在我們血液當中 還要送到肌肉去 需要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各位聽過血糖過高嗎 那是為什麼 為什麼 胰島素 對 就是因為你的血液裡面有很多血糖 那這個血糖提高之後呢 你需要身體要釋放胰島素 胰島素會把血糖帶到哪裡去 帶到組織當中 這樣清楚嗎 好 所以當你血液裡面 你血液裡面有非常多的葡萄糖 它就有很多的胰島素 那糖要帶過去的時候呢 還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肌肉組織本來就有儲存一些糖 對不對 請問一下 如果你家倉庫已經堆滿東西了 我現在告訴國務上面很多東西 可不可以讓你往家吃 你家倉庫放 就不能放了對不對 因為我的肌肉裡面 本來就有很多的 很多的燃料 那你現在血液裡面那麼多血糖 我已經放不過去了 所以 如果你沒有去透過肌列運動 你肌肉裡面的 這個血液裡面的血糖 還是會極高不下 會極高不下 你的 離島素會極高不下 那比較高的血糖和離島素呢 在整個肌肉 在整個血液裡面的循環呢 它會增加血液的連稠性 連稠性 不知道血液連稠性越高的時候呢 對 循環怎麼樣 越有力越不利 越不利 特別是它容易在血管管壁上面呢 管壁的周圍呢 開始怎麼樣 開始卡東西 增加連稠度它卡東西 所以呢 血管管壁 如果你常常處在壓力情況之下 你常常處在一個高血糖 高於島素症之下 它在這個巡環上面呢 它那個管壁上面 就會越卡越多 到最後呢 血管管壁就會 口徑就會 可以讓血流流過的 那口徑就會越來越小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會有慢性疾病 特別是心血管疾病 跟壓力會有密切關係的其中的機制 更細的詳細細節 請以後問姚主任 那是他的專長 不是我專長 好 所以 所以呢 為什麼需要把壓力所動員的這個資源 要把它消耗掉 剛剛那個例子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一個例子 你把它消耗掉之後 把它消耗之後呢 就沒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動員的時候 你肌肉一收縮 肌肉收縮 就把這個肌肉裡面的那個糖 就把它消耗掉 那你就一定要再補充 所以這樣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什麼 一個補充 消耗補充的過程 這個過程呢 有助於 讓你的身體會變得比較健康 那 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這個之外 剛剛還有一個忘了講 我剛剛說 我們身體的兩個系統 一個叫膠感系統 一個叫副膠感系統 一個叫副膠感系統 膠感系統讓你充滿能量 副膠感系統 動員起來的時候呢 你的感覺就是 心情非常的緩和 放鬆 你會想要吃東西 你會想要睡覺 所以如果在座有人說 老師 我睡本的品質不覺 我睡不著覺 那這樣講的方法 找體育老師把你操累了 你把他操累了 你就自然就想要睡覺 因為那是一個自然的反應 所以 副膠感系統 它動員起來的時候 就這個樣子 但是副膠感系統 要動員它 你要先把膠感系統 把它操累了 把它操累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人的生活 節奏太緊 壓力太大 所以我們非常多的時候 都在動員 膠感神經系統 但你沒把它操累 它就一直不動員起來 所以各位一定聽過一個病 叫做自律神經失調 有聽過這個病嗎 我不想像大學教授蠻多的 大學教授 因為像中央這種好學校 應該壓力蠻大的 我現在台時代 有看到一些老師 聽說的是這個問題 頭髮掉了 然後就是睡不著覺 什麼東西 一大堆 所以自律神經失調 就是膠感神經太活化 一般導演 膠感神經太活化 不講時間就太弱 這個原因 所以你要強化你的 副膠感神經系統 一個方法 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透過高強度的運動 把膠感神經系統把它操累 操累之後 它就會退出 它退出之後 副膠感神經系統自然就kick in kick in之後 你的身體就處在 副膠感神經系統的活躍狀態 這樣子你就慢慢訓練它 這樣把副膠感的balance 這兩個balance 是健康的關鍵 健康關鍵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你壓力大 剛剛講過壓力大 它動員起來之後 你的注意都是放在 眼前解決眼前的事情上面 所以其實在專注力的部分 專注力的部分 當你是focus在一件事情上面的話 它走對於大腦 這個注意力系統 它把其他的 其他的大腦區域的功能 都把它守住了 它會inhibit 它會inhibit其他的功能 所以在壓力之下 你要產生很 很有創意想法的機會比較小 什麼時候比較容易有創意想法 處在低覺醒狀態 就是你如果你在打坐 或是躺著閉著眼睛 還沒有睡著 低覺醒狀態的時候 你腦中 一對那時候的 這個inhibition 被解除了 大腦那個時候 可能會處在 比較多的alpha波狀態 這alpha波狀態 產生一種 共振狀態 這共振狀態 可以幫助你到腦 產生連結 所以alpha波 是一種什麼 一種不同皮質間的communication 這communication 有助於你去產生一些創意的想法 所以你要讓你自己比較 能夠去思考 解決問題的能力的時候 你想辦法讓自己處在一個 比較多alpha波狀態 那比較激烈運動完之後 就可以有助於這個狀態來產生 因為它會disinhibit 原本因應壓力所產生的 這個inhibition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觀念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運動之後呢 我們會產生 會刺激非常多的神經傳導物 以及神經生化物質 比如說血清激素 比如說多巴胺 比如說正身上腺素 這麼多的這些神經傳遞物 它對你的正面情緒的改善 正面情緒的改善 跟你的energy energy的改善都有幫助 所以當你一個人 情緒比較正面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有不同觀點 我想各位應該有那個經驗 就是你如果心情好的時候 你看事情好像 跟心情不好的時候 看事情不太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 怎麼創造好心情 一個好方法就是 你就是去運動 運動完之後你的心情就會好 自然就會好 因為它裡面會釋放一些 會刺激一些 剛剛講的一些神經傳導物 那神經傳導物呢 有助於好心情 所以像各位都聽過 有一些人有憂鬱症 是不是 憂鬱症 各位知道憂鬱 就是blooma depression 就是blooma 我非常的愈 非常愈 那心情不好 那 憂鬱症的人如果去看精神科醫生 的話 精神醫生可能會開那個藥 那這抗憂鬱症的藥呢 最早期最常用的一種叫做百優結 這百優結這個藥呢 吃下去做什麼藥呢 吃下去做什麼藥呢 就是把那個血清激素 血清激素這種神經傳導物 它的回收系統把它塞住了 它有一個recycle 叫做re-uptake system 它把它塞住 所以這個ceritonian 這個血清激素 它在神經的這個間隙呢 就是濃度就越高 這比較高的時候呢 有一種比較低的 它比較高 它就可以運作正常 讓你心情就變好 所以告訴各位就是 這種神經傳導物的改變 透過運動 對它的刺激呢 比百優結還要好 因為畢竟百優結是剛剛講的是 把那個回收系統塞住 那是不自然的事情 但是運動呢 它會刺激 血清激素的這個神經呢 製造更多血清激素 所以它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改變的 那這個血清激素的這個神經呢 它什麼時候會釋放比較多血清激素 它運作最好就是深度睡眠的時候 所以一個人如果睡眠品質不好 睡眠品質不好 比如說它常常很淺睡得很淺 它沒有辦法進到所謂的半波睡眠 半波睡眠就是深度睡眠 這個睡眠第三期跟第四期 如果它沒辦法進到那個階段的話呢 它的血清激素神經呢 就沒辦法很活化 所以就比較不能夠製造 比較多血清激素 那睡眠品質不好的人 很容易得猶豫症 得猶豫症的人 也很容易睡眠品質不好 所以這兩個 會形成一個 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那這兩個問題呢 剛剛講的 透過比較激烈的運動呢 都可以加以改善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 情緒有關的問題 剛才講的是急性 立體的運動呢 運動立體完之後呢 就可以產生這個作用 那你如果規律的運動 比如說一個禮拜三次四次 規律的去運動呢 你運動了幾個月之後呢 你就可以產生這個慢性效果 慢性效果 那剛剛講那個急性效果 主要是輸壓 主要是輸壓 輸壓就是壓力所產生出來 動員這個反應 你把它輸解掉 那是輸壓 但是呢 各位我想 不是只有想要聽輸壓 因為你還是更想要怎麼樣 能夠抗壓 因為這是我講的抗壓 抗壓跟輸壓不一樣 因為抗壓的意思就是 讓你壓力不上升 輸壓是壓力已經上升 我現在已經有壓力反應 我身體上充滿能量了 我心跳跳得很快 我如果把這個能量把它怎麼樣 把它輸解掉 把它輸解掉 這是輸壓 抗壓是這個壓力 壓力呢 基本上不會上我身 也是說我不會產生壓力反應 所以 抗壓的關鍵點在怎麼樣 在你能夠把 壓力抑止 壓力抑止 壓力抑止就是 這個抑止的意思就是 這個一個Switch法的意思就是 它有一個門檻 如果這個刺激強度呢 超過那個門檻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induce那種反應 如果這個壓力抑止呢 從這麼低 變得這麼高 那原本 如果 反而是 比如說 比如說 你原本壓力抑止是50 那你生活上面 你生活上面 一天 在日常生活當中 會碰到七件事 這個七件事 是超過50 假如說這七件事都超過60 60的這個壓力 那你的壓力抑止是50的話 你一天就被誘發7次壓力反應 這樣這個這個數量的舉例 各位聽懂嗎 但是呢 如果你透過長期規律的運動 你可以把壓力抑止 從50搞不好會拉高到70 拉高到80 那這一天原本會有七件事 會強 強到會誘發你的壓力反應 變成搞不好覺得剩下一件或兩件 這樣你的壓力反應就會少很多 這樣聽懂嗎 那如果你不懂壓力抑止 我再舉個例子 各位就比較容易理解 各位聽過有些人 個性上就是非常的神經大條 聽過這個說法嗎 神經很大條 我們明天說神經法都粗的 很粗的 所以呢 這種人 你跟他說 欸明天考試了 好好好 他是這樣子 哦好我知道 就沒什麼反應 啊另外一種人呢 就是什麼 我們說他很神經質 對不對 神經質 就是呢 欸等一下你要起來自我 要自我介紹一下 他聽完之後呢 從現在開始到等一下 這當中呢 一直的坐立然安 因為他想說 等一下要起來自我介紹 所以光一個自我介紹 都可以把他搞得很緊張 這個叫做神經質的人 對不對 基本上你可以來看待就是神經質的人 就是壓力預值低的人 這樣清楚嗎 那神經線很大條那個 壓力預值高的 所以壓力預值 有先天personality 這種人格上的差異 有的人就是先天壓力預值高 有的人先天壓力預值低 但是不管你是高還是低 你如果透過長期規律的運動 你都有機會提高你的壓力預值 因此你比較不會常常有壓力反應 比較不會常常有壓力反應 自然你的身體就不會 因為壓力反應所帶來的那些負面作用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樣的這個 這坦在一起就是這樣子 因為 因為呢 長期運動呢 它會產生較差適應 所以怎麼有道理就是 運動本身就是一種壓力 運動本身有壓力 運動的 運動起來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心跳有沒有加速 血液要賣身高 肌肉有沒有緊繃 血液有沒有重溫配 所有壓力反應的那些東西 在運動上中出現 所以呢 運動誘發它 不斷的反覆誘發之後 運動身體學告訴我們 原本會誘發到80%的強度 經過不斷反應之後 它就不到80%了 它只剩下60%而已 因為我們身體已經產生adaptation 這個叫做交叉 所以長期運動可以提高壓力率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跟壓力率有關的就是韌性 韌性 這個哈迪尼斯 哈迪尼斯是西方的 這個醫生他發現的 他發現到呢 同樣都是一些高階精女人 都是賺很多錢 但是壓力很大的人 為什麼有些人會生病 有些比較不容易生病 他做了一些研究之後 然後發現到這個概念叫Hardiness 所以呢 一個比較有Hardiness的這種人呢 他比較不會受壓力的負面影響 那這個 在這個概念裡面 這個概念裡面呢 在我們身體的壓力反應裡面 有兩個系統 你可以叫做HPA系統 HPA系統 一個這個 這個產品叫做什麼 叫做皮脂醇 或是叫殼體酸 我想各位可能聽過 Colisol 這Colisol呢 對我們身體會產生 這個壓力 這個動員我們身體 但是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最重的影響就是 它會壓抑我們的免疫反應 所以免疫可能會變差 那另外一個系統 叫做SAM系統 這個系統呢 是這個膠板神經 膠板神經 膠板神經 腎上腺水脂系統 這系統 它的 它的 這個中端產品 就是這個腎上腺素 它呢 可以讓你動員起來 讓你充滿活力 去應付這個壓力 所以呢 當一個人 一直都在活化這個系統的話 它很容易省病 因為這個是 半甩期的一個系統 這是一個半甩期的 如果你碰到一個 碰到一個 你有機會因應 的壓力 比如說 下禮拜要考試 你為這考試做了很多準備 你在應應它 你動員的是 這個系統 SAM系統 如果你是一個死前犯 死前犯 下個禮拜 你大概知道下禮拜 隨意給它掛是一砍頭 你動員就是HPA系統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兩個系統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比較無望的 比較無望準備被傷害的那種 HPA系統 一個是積極應應的 就是SAM系統 研究顯示 長期規律運動 可以讓我們的壓力反應系統 可以從HPA系統 轉換到SAM系統 擁抱健康的系統 如果是一個 上去 在上面要很久很久才下來 這個是一個 讓你來講 是會把你身體的能量 把你身體的這些 這些 這些健康會吸引到的系統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證據 告訴各位 就是長期規律運動 可以產生的這個效果 好 最後呢 你一定想要知道 到底怎麼運動 這裡呢 幾個呢 教各位 能夠 紓壓跟抗壓的運動 第一個就是 你的運動最好是有節奏的 有節奏的 可以有腹部呼吸的 比如說呢 跑步啦 游泳啦 也太遠應該有吧 這些呢 都可以 都可以呢 踩低負荷腳踏車 這種運動呢 這種運動是比較不會產生壓力的 可以幫助你 紓解壓力的運動 比較不要有人際競爭的 如果你只是準備要紓解 紓解的話 閉手可預測的 閉手就是說 不用對抗的 不是打平方球 不是打羽毛球 打網球 這種人要對抗的 這種呢 比較能夠紓解壓力 可預測有節奏反覆的 20分鐘以上 樂趣化 重點強度 這些都是各位 各位呢 你要去紓解壓力 可以產生的 所以我建議呢 如果你 這個每天呢 要來做一下的話 你可以看似你喜歡 快步驟 慢跑 游泳 騎腳踏車 打倒太極拳 這個都是非常有效的 幫助你紓解壓力 那我說 老師 我就喜歡打平方球 那怎麼辦 沒關係 go ahead 還是打 還是打 為什麼呢 你的心態 不要想說 一定要演 今天如果一直想要演的話 你是不是會做我做的 那是不是做我做的 壓力就比較大 所以呢 你現在要用你的心態就是 我先來運動就來健康 所以參加競爭性的 還沒關係 好 講那些 那些方法時候呢 我會再要講一些 其他的行為 其他的行為 剛剛講過說 壓力 是因為 我有機會沒有把握 有機會沒有把握 所以讓我有壓力 那 有機會沒有把握 這個壓力呢 他會給我帶來一個情緒 叫教育 雖然教育可能 各位覺得教育跟壓力差不多 但是以我們心理學的專業 我們會把它看作是不太一樣 那 所以焦慮 但是那焦慮跟興奮期待 像不像 興奮期待跟焦慮 跟焦慮相不像 告訴各位 他是一體的兩面 怎麼說呢 怎麼說 想像一下 你現在不是大學生 想像一下你現在是高中生 你參加學校一個 準備參加學校一個 大型的模擬考 這模擬考 據說過去呢 有非常高的預測力 好不好 這模擬考是下個月 好不好 下個月 要參加一個大型模擬考 你為這個模擬考 再做準備 這模擬考 全校的老師 你的父母 你的同學 大家都非常非常重視 這也是模擬考 因為考出完 大概就知道你會 以後大學會考到哪裡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好不好 你很重視它 假設這是在一個月之後要考試 你現在聽到之後 你開始認真準備 認真準備 你準備兩個禮拜之後 你發現你準備差不多了 兩個禮拜你發現準備差不多了 你覺得兩個禮拜之後 你應該會在考試裡面 會考得非常非常高的分數 會讓大家寡目相看的分數 那請問一下 從你覺得準備好那天開始 到真正考試那天 你的心情是什麼 是焦慮不安還是新聞期待 是哪一個 相反的 你如果準備兩個禮拜之後 你還是沒有什麼把握 你只想說糟糕 這也是可能會搞糟的 那你一直都處在什麼 是不是焦慮不安的狀態 所以我剛剛說 為什麼說焦慮不安的 行為期待 事實上是一體兩面 就是 因為這兩個都很相似 都是你對一件事情 你很在乎的一個結果 很在乎結果 那這個在乎結果 那這個在乎結果呢 它是一切資格 差別之在 準備好了或是沒有 如果你準備好了 你就處在行為期待 如果你還沒有準備好 你就處在焦慮不安 所以我教各位 怎麼處在行為期待 這個是康亞上的祕訣 我教各位兩個 一個叫態度 一個叫行為 所以如果剛剛教各位 運動之外 我還要教其他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 在態度上面 各位呢 你在未來 會碰到很多事情 可能你畢業之後 要考研究所 或是要去Jump Interview 或是要考什麼 出國留學考 什麼什麼東西 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會你把它當作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能會有壓力 但是呢 你第一個 你一定要用一個態度 叫做 把它當作 這件事情就是你的舞台 我從1999年 幫助我們亞奧運的選手 到現在十幾年的這個時間 很多很多人一動眼 他每次要參加大比賽的時候 就這樣很緊張的要死 我就是要去教 去教他 心態上面 要怎麼去面對他 所以這個心態呢 把他當作是你的舞台 這是一個可以讓你有機會 展現你能力的地方 所以 第一個是這樣的態度 第二個呢 記住 不管是什麼 It's just a game 包括人生 對不對 人生就是一個遊戲 不是嗎 但是呢 我不是隨便便便玩這個遊戲 我是很serious 玩這個遊戲 所以 It's just a game 好不好 熱著玩這個遊戲 把所有的經驗 所有的經歷 不管是成功 不管是失敗 不管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都是幫助你豐富你的人生 讓你人生有很豐富的經驗 你如果用這種態度 這三條呢 你都把它記進去 你不管變成什麼事 你都會全力以赴 你會不會很強得思心 不會 得思心越高 對你越不利知道嗎 得思心越高對你越不利 因為這是我們在經濟動裡面常常看到的 如果今天一個越高回去的選手 他下去 要打一個推桿 這可能是只有一公尺的推桿 如果他上去打的時候 你跟他說 你那一桿推進這1000萬 你認為他那一桿會打得很順嗎 特別是 當他是從來沒有賺過 沒有賺過什麼百萬獎金的一個選手 他說他現在機會 這一桿推進去就是1000萬獎金了 他可能在上面想很久 考慮很久 很難出手 結果最後就是搞砸了 這是我們最常看到的現象 這不是只有台灣選手 全世界選手都一樣 所以人的心 對一件事情得思心越高 搞砸機會越大 搞砸機會越大 這是我們從經濟動裡面得到的 得到一個教訓 所以 如果讓他能夠抑制 不管結果是什麼 都是一個經驗 都是一個體驗 這樣的心態 然後我全力以赴去玩他的話 他成功機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是一個心態上面 行為上面 行為上面 除了運動之外 我要教各位 從日常生活當中 做起 做起 來強化你的自信心 因為壓力跟自信心有密切關係 自信心比較低的人 比較容易產生高壓力 所以自信心越高 越高自信人 他越容易把所有的事情 當作是挑戰 把所有的機會 當作是舞台 讓他去展現 所以 強化自信心 是我接下來要教各位的三個 三個很簡單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 強化在日常生活當中 去強化你的身體機能 我相信這些各位都耳熟能詳 飲食 作息 情緒 運動 這些事情都耳熟能詳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我要教各位一點小秘訣 為什麼說 很多人都有企圖 都有意圖 有踩過行動 但是呢 不能辭職一行 這個最大的問題 環節點在於 他所採取的行動 可能那一步跨得太大步了 各位知道 一步如果跨太大步的話 你跨第一步 你在想到第二步的時候 就覺得很難 很難的再跨過去 所以呢 最好是 最好是 不知不覺就開始存錢 每天不知不覺開始存錢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秘訣 而且這個存這個錢 還要怎麼樣 還要給自己回饋 所以比如說 你如果要教人家 比如說 我們這位老師 他家裡有個小朋友 好不好 他家有個小朋友 他跟小朋友說 弟弟 你現在如果能夠每天存快錢 這個存錢 你會有兩個朋友幫助 所以他小朋友數學很好 他說 一天一塊 一年三百六十五塊 十年三家六百五十塊 我是活一百歲才三萬多塊而已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活不到一百歲 三萬多塊好像不能做什麼事 對不對 他說 你不要叫我浪費時間 這沒什麼用的 但是各位 你知道人的行為是這樣子嗎 人的行為就是這樣子 他如果跟弟弟這樣講 然後弟弟就 一天一塊錢 好 那我就丟 好不好 一天一塊丟 他把他弄個富滿給他 他還很聰明跟他弟弟說 這個弟弟 你如果丟一丟 丟下去之後 你要記得拿起來 ㄎㄎㄎㄎㄎ喔 ㄎㄎㄎ喔 給他一點回饋 回饋 他感覺到 這個小豬裡面 有ㄎㄎㄎㄎ的聲音 所以今天丟一塊錢 明天丟一塊錢 他丟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他發現裡面ㄎㄎㄎㄎ聲音越來越大聲了 越來越多東西了 他會覺得什麼 他會覺得丟一塊錢容易不容易 他生活有沒有受影響 沒有 一天一塊錢沒受影響 所以他第二個禮拜 他可能小弟弟就覺得 嗯 一天一塊錢沒什麼 沒什麼受什麼影響 因為 進入難度很低 所以呢 他決定在第二禮拜 自己再額外多加一塊錢 然後因為他多加一塊錢 所以他拿起來ㄎㄎㄎㄎ聲音 又更大聲 又更有重量 所以他這樣做 後來做了第二個禮拜之後 後來他可能覺得 兩塊錢還沒什麼影響 所以第三個禮拜 搞不好就放了五塊錢 各位想 Sorry就這樣下去 他從一塊錢 兩塊錢 五塊錢 十塊錢 當然小朋友不會分太多 對不對 小朋友零用行有限 但是如果各位是大人的話 你的 我如果把存錢當作是你的effort 好不好 是你的努力 你會發現你會越來越願意投入 好不好 Invest你的effort 在這個事情上面 從一天五分鐘 變成十分鐘 變成半小時 各位知道 各位知道 你如果一天 投資在一個專業上面 投入三小時 你就發現會很大的成長 對不對 就會變得很厲害 因為科技研究顯示 如果一天能夠在專業上面 投入三小時 你就是算很厲害的人 是這樣嗎 好 所以 人的行為 人的行為就是要透過 一開始 非常低的 非常低的 那種進入的努力 那種呢 然後給他一些回饋 讓他 不斷的投入 來產生一個 我們稱之為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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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教各位的一個秘訣 就是 在這幾件事情上面 先 找出 一個 唯不足道的進展 所以唯不足道是 我的秘訣 唯不足道的進展 來讓自己做改善 舉一個例子 如果 我們這位老師 從來 他最痛恨苦瓜 好不好 在椅子上面 最痛恨苦瓜 各位知道苦瓜很健康嗎 當然 很痛恨苦瓜 那他可以做什麼樣的進展 什麼樣是唯不足道 他說他今天 他的菜桌上面 菜桌上面 有一道菜叫苦瓜 他以前是看到他 是痛恨的鑰匙 連看了不看一眼 他今天 他今天做了一個突破 就是把苦瓜這個轉盤 轉到他前面去 在上面登五秒鐘 這樣沒進步 這樣沒進步 這樣就有進步 這叫唯不足道的進展 他在上面多等他五秒鐘 這個進展 值得 他自己把它記錄下來 我今天 在苦瓜上面 等了五秒鐘 他這個五秒鐘 等了幾次之後呢 他會改到 改到什麼地步 下一次呢 把苦瓜 從 餐盤上面 把它夾到 他的 自己的餐盤上面 雖然只是夾到這裡 還是不遲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進步 還要進步 之後呢 他可以做什麼 可以把苦瓜 從他餐盤裡面 拿起來 在鼻子裡面 放三秒鐘 可不可以 放三秒鐘 再放下去 這個叫做漸進式 漸進式的行為 改變方法 這在心理學裡面 是還蠻有用的 所以我給各位的建議就是 微不足道的進步 微不足道的進步 這個是你在 生理經驗上的改善上面 你可以做了 飲食作息 剛剛講到 我可以告訴各位 現在 在人類社會的競爭裡面 有個淘汰機制 叫做什麼 叫做誘惑 剛剛講誘惑 誘惑是一個淘汰機制 現在最常看到的誘惑是什麼 Facebook Line的誘惑 各位應該常常看到 我們講中華大學學生怎麼樣 但是我在外面 包括在師大 我都必須要上課的時候 都要跟學講 手機必須要拿掉 筆電可以用 但是你要用在這個 上課的上面 你不要給我上網 這種inhibition 誘惑的 這個temptation 這種 你要怎麼去把它抵抗住 是關鍵 所以這個在作息上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情緒運動 我剛剛講過運動 所以這幾個都是身體經營上面 你可以自己去 以我剛剛給的意思 以此類推 去找到一些很小很小的點 去做突破 就是微不足道的改善 這樣聽懂嗎 我希望我講完之後 你現在腦筋裡面已經浮現出一堆 你的身體經營改善上面的 你可以採取的做法 才有做法 那你回去就可以開始使用 再來是心理的成長 第一個是你想辦法 當各位專業 不用我說 你都會去專業的成長 但是你不要只有 在你專業上面去發展 因為這個社會上面 需要的是高專業的人 沒有錯 但是我們需要 要比較多的common sense 不要只有很強專業 但是那是怪胎 它沒有common sense是怪胎 你的common sense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對很多其他方面的了解 所以你想辦法 拓展你的視野 拓展你的視野 這個拓展視野的方法很多 我的秘訣叫 減少重複經驗 減少重複經驗 剛剛說呢 你如果從這裡離開 都走什麼樣的路 那就重複經驗 對不對 所以給各位一個建議就是 不要每次都走上一條路 摔牙 不要每次都走上一條路 走上一條路 知道嗎 看電視不要每次都看那一台 報紙要不要每次都看那個版面 或是不要每次都看那個報紙 所以想辦法 減少重複經驗 你的經驗越不重複 你接觸的次衣就越多元 越不一樣 你如果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這樣的一個 information 的intech 你這裡面呢 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對這個社會 對你的環境了解就會越廣 這個有助於你 有助於你 變成是一個比較寬廣視野的人 所以比如說呢 如果你 這個聽完之後呢 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 你可以談一些 你今天晚上聽的東西 你不用再跟你朋友談說 我們等一下吃什麼 消費什麼好吃 不要談這種 routine的東西 所以 topic 好不好 跟你朋友談話的topic 可以改變 可以約定 我們這個禮拜全部來談 經濟 這個禮拜全部談政治 這個禮拜全部談什麼 國際 我們可以來聊一些不同的東西 這樣子的話 你的視野就會很寬廣 你會變成是一個 在這個社會裡面 變成是一個 有很多common sense的人 你的專業很強 又有很多common sense 你是一個人才 是一個人才 那 再來一個很重要一點 正面人性 這個很早 很早人會講到 但是各位要知道 你要脫雲而出 在這個競爭社會裡面 要成為前20%的人 你是不是有很強的正面人性 是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都知道 最近這幾年 國際上發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比如說美國的刺激房貸 歐洲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金融風暴 這裡面很多地方都是跟人性有關 跟什麼人性 不好人性有關 不知道breedy breedy 貪婪 是很大的問題 再來不能信任 不能信任 所以如果你要讓自己有競爭力 你要讓自己變成是一個 可以被信任的人 被信任的人還蠻簡單 教你一個方法 如果這個朱主任 我是在他手下做事 就是他在 我在他手下做事 校長給他 一年五百萬的預算 我是他所校裡面的兩個職員 他說一人兩百四十萬 所以我要負責執行兩百四十萬 另外一個執行兩百四十萬 我很認真的做事 把這兩百四十萬執行得非常成功 把報告交給朱主任 朱主任拿到這兩百四十萬的報告之後 當然另外那個拿來的時候 交給他的上司 他上司看到朱主任這個執行不錯 明天給一千萬 他拿到一千萬他會給誰 會不會繼續給我 一定會繼續給我 因為我幫他把錢花得很好啊對不對 所以我執行得很成功 他還會往上報 當然他們校長也因為他成功 在往上報對不對 可能這個主任呢一千萬這個上限了 為什麼 因為再給他更多錢的話 他就不能當主任對不對 他當什麼三長的不是嗎 是不是這樣子 對因為不同的level 他的預算就不一樣嘛 是不是 所以當這個朱主任 從主任要被抓去當教務長的時候呢 他跟他的校長說 校長某一個條件就是 我要把這個人帶走 是不是這樣子 這時候就這樣運作了 這時候就這樣運作了 所以這時候的運作就是 我需要讓我的上面的人信任我 所以年輕人就是 假勞扣名校校人扣拍名對不對 年輕人就是靠打拼 來讓你的上司信任 這個打拼的方式就是 把事情做好 對不對 把事情做好 讓你上司可以往上交代 你的上司 因為你的做好 他會被升官 被升官 你一定會被提拔 就一步步上去 等到你上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找一個下面可以 被你信任的人來幫你做事情 對不對 如果他等到他執行 他一定要執行十一的時候 他拿五一給我說 我五一不可能兩手自己做 我下面一定要找一些人幫我做 對不對 所以這個社會就是 一層一層再上去 等到他執行一百一的時候 他已經到了 知道嗎 他已經到了 後來我要當老大了 但我下面會有一些人 所以這個社會就是不斷的 一代接一代的這樣傳承下去 所以Trust好不好 Trust信任 是各位提升你競生力的關鍵 這是正面人性 所以我今天晚上我剛剛講 我有拳不投 所以我到尾都要教各位 怎麼樣 讓各位更有競爭力 能夠勝出 所以這個是 在新年的部分 除了專業 除了專業 除了視野之外 我覺得也會讓各位 能夠勝出的另外一個關鍵 好 第三個是人際 人際 因為人際呢 在這個社會上面 你需要很多很多的 需要很多人幫你 人際很重要 那人際呢 要怎麼促進人際 心理學上面 心理學上面告訴我們 每個人都有很強的什麼 什麼需求 剛剛我一開始說什麼需求 自尊對不對 自尊需求來自什麼 你怎麼會有自尊 如果你一直被人家否定 會不會有自尊 你穿什麼衣服 好難看啊 那個鞋子跟我不搭配啊 請問一下我這樣 他會不會有自尊 不會嘛 對不對 你長得好帥 那他就很高興 所以自尊是來自於 被肯定 被讚美 所以記住 每個人 每個人都有很強的 被肯定的需求 因為他要提升自尊 所以你抓 你只要抓住這個需求 你只要抓住這個需求 你就可以成為 我不能說你是大眾情人 但是你會變成是一個 大家很喜歡你的人 好 所以呢 這個方法是什麼 我想 這個大家都懂 我還是講各位 關鍵點 認為不足道 我不知道 你如果去告訴人家說 欸告訴你喔 欸要是 你要想辦法去肯定別人喔 要是說欸 這同事 他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優點啊 我怎麼肯定他 你可能會最常碰到這個回答 他都沒什麼優點 我怎麼肯定他 所以 不是肯定他的優點 因為優點的地方 允許大都不一樣 有人是 set了字 high standard 對不對 很高標準 那個不是什麼優點啊 他數學考90分 也沒有很好啊 又不是考100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不是肯定優點 各位 肯定進展 這是關鍵 這是關鍵 肯定 唯不足道的進展 他本來數學考5分 下次考6分 值不值得肯定 值不值得 當然值得 因為都進步1分 進步1分 所以這是關鍵 所以秘訣在唯不足道的進展 唯不足道的進展是 你要去想辦法找出來 看出來 然後把它說出來 而且告訴各位 不要就在他面前說 因為在他背後說效果很好 這是心理學 我如果在小淳說 朱主任怎麼弄弄弄弄 不是好事的時候 要朱主任早 我就跟他說 對不對 你在 所以在背後說 在背後說的效果遠遠超過在他面前說 那面前說 他說 他只是說場面話 對不對 他說場面話 但是在背後說 一般人是神仙話 對不對 剛嫌 所以在背後說效果更大 所以 找機會 好不好 找機會 各位想辦法在你日常生活當中 我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人際技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人際技能 你如果學會這一套技能 你可以從 你現在就開始從你日常生活當中 開始從跟你接觸的當中 你的同學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開始想辦法 拿放大鏡 看到他生活上面 有哪些地方 他開始有進展 然後呢 你不斷的說 不斷的說 不斷的說 你就會變成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厲害 那 事實上 當你這樣做 當你這樣做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 我沒有教你的效果 但是我可以跟你預測 什麼效果 不只是人家喜歡你 你會 還會開始發現 這個世界還蠻美好 這是我沒有告訴你的效果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你會發現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還蠻美好 為什麼 因為你開始都會在看你的優點 你開始都看正面的事情 我們現在 很多人有病 為什麼他有病 他有精神上疾病 因為他一直在看缺點 一直在看危險的事情 看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 這個世界好糟喔 其實 這個世界 也有好也有不好 所以我教你這個方法 是 你開始學會去看好東西 好 那當然呢 你在這件事情 再教你一個方法 就是 多多參加互動性的 多多參加互動性的運動 這個時候乒乓球 就是一個還可以使用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互動的運動 有機會 讓你多多跟人家接觸 球打完之後 一邊喝飲料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聊 打球 可以聊別的事情 你可以建立很多的關係 所以呢 這個是 增加人的關係的 一些方法 好 剛剛講到幾個方法 身體機能 心靈 還有人際 這三個面向 這三個面向 你講完之後 你要怎麼要養成行為習慣 教你一個秘訣 就是 每天晚上要睡覺之前 在剛剛那三個面向裡面 各 記下一件事 比如說 這位先生就 記下 我今天 瞪了苦瓜五秒鐘 就把他記下來 我今天苦瓜 看了他五秒鐘 今天就只有記下這件事情 每天把那三個事情 記下來 雖然微不足道 他就像一天存一塊錢一樣 他會產生什麼作用 第一個 當你晚上要記這個事情的時候 因為你要去review 你要去review 要去回想 你今天到底做什麼事 你會回想很多 雖然你只要求第三件事 但是你會回想所有的事情 各位知道 這種review 會幫助你怎麼樣 因為你要review的時候 要把它從你的記憶裡面 把它抓出來 把它抓出來 再想一下之後 再放回去 效果是怎麼 增加記憶 這是一種增加記憶的手段 清楚嗎 這心理也是有理論基礎的 這是selectively 去把它retrieve 把它memorize 這是心理學上的 這是心理學上的一個方法 所以因為你這樣子 你每天都要記三件事 但記這三件事 你會review 每個面相會review一大堆 所以你會發現 你做了不只三件事 你搞不好你做了一堆 所以你只要記三件事 記三件事是為了 不要讓你花太多時間 但是你會發現你做了一堆 也因為你回憶了這麼多 你對你當天會怎麼樣 會不會很滿意 你又突然發現 我今天過得還蠻有價值的 我今天不只問了五秒鐘 瞪了五秒鐘的苦瓜 我今天多走了五分鐘 我今天這個電腦 Facebook提早五分鐘下線 我這個line 我已經沒有一直盯在這個screen上面 我今天跟同學說他 他在什麼地方 有什麼進展 怎麼樣 他會回顧很多 他會發現他今天一天 做了非常多的 有進展的事情 這樣一個事情 會讓你產生成就感 對不對 讓你成就感 你讓他覺得 我沒有浪費我的時間 我現在做了很多事 所以你當天 你會處在一個非常非常滿意的 非常非常滿意的一種狀態 所以帶著微笑去睡覺 這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最後呢 你會產生良心循環 為什麼呢 你今天在回顧的時候 你明天會做什麼事 你明天一醒來的時候 馬上想說 欸 我可以做什麼 增加我晚上可以寫的東西 他會把你的attention 好不好 把你的注意力引導到很多很多 從剛剛講到幾個面向上面 去不斷改善的事情上面 這是我剛剛一開始跟各位講的 一開始你需要注意力去做他 但是你不斷這樣做的話 你就會變成失動 就是你現在是處在一個 用注意力來產生這些行為的階段 所以呢 這個是陽性循環 最終 最終呢 因為你的 因為你的不斷的去成長 你對自己呢 會越來越滿意 越來越滿意的自己 就是比較高的自尊 相信什麼 所以最後你的自尊會提升 自尊提升呢 當然跟你的精神健康有密切關係 好 最後 最後 教各位一點點心態 這個叫面對困難心態 很多人碰到困難呢 就 就很容易退縮 或是想說 怎麼這麼大能給我碰上呢 碰到困難 那我教各位 一個重要碰到困難的心態 叫什麼 就是把困難當作你最好的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 越大困難 才能夠幫助你淘汰掉 比較多的對手 這個是很重要 各位都一直聽到 我一直講競爭 因為我是乒乓球 運動也出身 我從小開始就是 要想著 我要如果把我的對手全部打敗 所以在這個競爭環境當中呢 環境當中 我們就學到很多很多這種素質 我要如果去打敗一大堆的對手 我要憑什麼 會看到我身高這麼高 168公分 也不是很粗壯 我憑什麼打敗 那個長得比我高 長得比我壯的 練得比我多了 對手 所以 方法就是很多 好不好 很多 那其實 面對困難是其中一個方式 所以呢 我小時候打平方球的時候 我最常 最常練的方式是 我在打球的時候 都會想說 這個球 什麼地方最難打 什麼地方最難打 就是我們練那個地方 所以越難打的地方 我越要這樣練 為什麼 因為越難打的地方 對方越不會預期到你會這樣打 對方越預期不到 你打過去 他就容易得分 所以這是一個小秘訣 小秘訣 從這地方 帶到剛才講的 面對困難心態 這個 你不怕各位笑 各位都知道運動員是 給人家的印象 那就是頭腦簡單事實發達 這個 我們到現在還是有這樣的想法 頭腦簡單事實發達 所以我常常在 常常在這個 在很多很多場合裡面 碰到很多運動員 我告訴他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跟他們說 你這些運動員 這些高中的運動員 全台灣各種運動項目 同樣是這種高中運動員 多少人 超過一萬人 如果超過一萬人的話 你只是一萬分之一 對不對 只是一萬分之一 你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還有9999 我跟你一樣 沒有了不起 但是呢 我告訴他們說 如果你運動完 訓練完之後 你雖然很累 洗完澡之後 當你把英文課本拿出來的時候 你就至少淘汰掉五千個 各位同不同意 當你這個事情 明天繼續這樣做的時候 可能就淘汰掉一千個 你連續做一年 一萬個人 剩下不到一百個人跟你競爭 同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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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們不是一動 但是我要用這個例子告訴各位 告訴各位 就是 你如何拖勻而出 因為我的重點是拖勻而出 就是你如何從 眾多競爭角度上當中拖勻而出 就是你做出 大部分跟你相識條件的人 比較不喜歡做的事 大部分跟你相識條件的人 他們比較不喜歡做的事 他們覺得很困難的事 所以 所以 如果 你跟其他人差不多 沒什麼了不起 你會騎摩托車 他說他會騎摩托車 有沒有很了不起 哪有了不起 騎摩托車什麼了不起 大家哪有騎 他說 如果他說 我會開太空說 哇 是不是 你騎摩托車 我騎摩托車 台灣應該至少一千萬人會騎吧 你只是一千萬人之一 摩扁地 對不對 所以告訴各位 你要讓自己 變成是一個拖勻而出的人 就是你要具備 別人沒有條件 那要具備哪些條件 我剛給你講一個思考方向就是 你那個跟你相識狀況的人 覺得越困難了 越困難了 你去做他 你自然的話 你就是逃掉掉 沒有這樣做的 你就會拖延而要出 那我不曉得再說 我們要讀經濟學 我這樣講 對不對 經濟學有一個法則說 價格取決於供給跟需求 當需求不變的時候 供給量越少價格越高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吧 我們好像在賣弄 但是我不是很懂 但是好像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全中華大學 有五百個人 每天都要吃地瓜 好不好 烤地瓜 你是全中華大學 唯一賣地瓜那個人 應該可以賣很好價格 對不對 是不是 就這個道理 所以想辦法 因為我們 你我都不是資本方 我們都不是人類 人力需求方 我們都是什麼 我們是人力供給方 我們是人力供給方的話 我們這個人力供給 我們要供給的人力是 市場上有需求 而我是少數的需求供給者 自然我們的價碼就高 所以這個就是各位面對困難的心態 讓自己變成稀有動物 所以這是關鍵 好不好 越是困難 越是困難 越幫助你淘汰掉更多人 你就越稀有 你是越稀有 你的價格就越高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當然在運動界有一些這個例子 我講一個 我的這個方向的這個例子 這個人叫鄧雅萍 我不曉得你們有聽過 這個人 她是一個武短身材的女生 在中國大陸 平方就是國球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武短身材事實上是從小 不會給教練看得起的 教練根本看不上眼 這是一個有潛力變成是一個國手 變成是一個世界冠軍的運動員 但這個女生 她雖然沒有人看好她 她透過自己不斷的克服這些 被看不起的困難 一步一步最後跑到世界冠軍 跑到世界冠軍 拿過兩屆奧運四面金牌 以及非常多次的世界檢驗賽冠軍 所以這是鄧雅萍的攻擊 但這攻擊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乒乓球 中國大陸呢 各位知道中國大陸 超過一百個人拿過世界冠軍 所以 了不起鄧雅萍就是一百分之一 沒有說 獨一無二 她獨一無二的地方在她之後的事情 她在快要三十歲的時候退役 從運動員這個角色退下來 中國大陸呢 她對這樣的優秀運動員 事實上給她非常好的待遇 她是人民大會代表 就是我們國會議員 所以給她人民大會代表的一個頭銜 給她非常多的錢 什麼這些方面都給她 所以她實際上是生活在非常優渥的環境裡面 保送她去清國大學練書 其實她的意思是說 你就隨便去混國文憑就好了 反正你有清國大學的文憑 然後你有國會議員什麼 這輩子可以過得很清楚 鄧雅萍她不是這樣想 開清國大學練書的時候 這個去上課 因為中國大陸運動員從小比台灣更糟 都沒有練書 所以從小就沒有練書 這個老師上課的時候請她上海說 鄧雅萍你出國那麼多事 你寫個ABC給我們看吧 他ABC讓他寫到最後一個字母 他在上面掙扎了很久 寫不出來 所以這是他的起點行為 非常非常低的起點行為 那他有沒有因此氣呢 他沒有 他開始K 開始K數 他想說我以前乒乓球沒有人看好 我就能夠打到這個世界冠軍了 那這個練書 我就用他打乒乓來練書 他開始練書 最後呢 開始練練練練 最後結果就是 他是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 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 這個不是混的 不是混的 是真正的 真正的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 這是他的最後結果 所以鄧雅萍是克服了乒乓球的 這個大困難 讓他成為百分之一 克服了退役的運動員之後 拿到一個很好學校的 這樣一個學歷 讓他變成是唯一 變成是唯一 所以這個是克服困難的歷史呢 那雖然是運動員的歷史 但是我想給各位一些參考 就是你如果讓你自己成為 稀有動物呢 克服困難 是我的項目 所以最後就是 如果你想要 想要讓自己能夠成為 能夠有好的行為習慣 剛剛講那些方法 運動的 運動的方法 改善人技能的方法 這個 改善你的先年 跟改善你的人技能 這幾個面向呢 你每天都可以定下一些小目標 每個地方都可以定下一些小目標 然後呢 你如果有去做的話呢 你就會有成就感 成就感給你帶來自信 自信給你帶來動力 然後給你帶來更多的 定下更多的目標去完成 這個就是 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如果你是在 處在這個良性循環之下呢 以我們心理學才會來看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這個track 就是你會把你帶到成功的路上 不管你想要去做什麼事 你去到那個地方去的 預備 早晚的事情 聰明一點 一天跑一百步 笨一點一天跑五十步 早晚跑到 好 那當然 運動呢 我喜歡 我都喜歡給這個 這個照片 這個圖片是 文化大學江澤山 江館長給我的 不是我的 但是 他很慷慨 給我用 然後我就拿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 出生都是在運動 我們都喜歡玩 對不對 所以運動 這個 play game 是我們在做的 但是呢 現在越來越多人 之後呢 開始怎麼樣 開進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真是sanitary lifestyle 如果是sanitary lifestyle 的話呢 你就離病床不遠了 因為 因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講過 人 人這個動物 他在進化論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身體是 被設計 要在高活動量狀態之下運作 這是要 各位要記住 我們身體是被設計在做 高活動量狀態下運作 這個 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呢 人類大部分的時間 幾萬年來的歷史 每天的運動量都超過10公里 每天的運動量超過10公里 但是人類的運作是這樣子 各位現在是每天做超過10小時 不是嗎 所以 你的生活方式 不是我們身體設計來的方式 就像說 你如果 開了一部保時捷 你買了一部保時捷 你把它放在你車庫 一個禮拜放七天 結果在禮拜天的時候呢 開出來繞一下 結果呢 你開車的時間 又都是在上下班 watch out 所以呢 你的保時捷 開出來之後呢 發動 一打 欸 紅燈停下來 一打 紅燈停下來 繞了半小時之後 回去放在車庫 你把保時捷這樣開10年之後呢 你的保時捷 肯定不會出問題 你的身體就是保時捷 懂嗎 你的身體是設計來 像保時捷一樣 就是要去move 要去move 所以你不去move 它就會產生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 一個簡單的概念 所以 你可以選擇過這種日子 或是 你可以選擇過這種日子 這個是Active Lifestyle Active Lifestyle 這兩個 這兩個Lifestyle 是很不一樣的 這是 你的選擇 你的選擇 這個芬蘭人 各位知道芬蘭是一個五百萬的小國家 但是芬蘭人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 芬蘭人他有一個共同的願望 就是呢 他希望他們芬蘭的國民呢 他只有在最後人生最後呢 只在床上躺兩個禮拜 兩週 並床躺兩週 就可以完成人生 這是他們芬蘭人共同的願望 那 我今天講的運動呢 除了將於勝出之外 我也希望各位呢 能夠呢 像芬蘭人這麼幸福 好不好 在床上 只有躺兩禮拜 如果沒有躺他更好 但是躺兩禮拜就好 不要躺兩人 好 我來這裡謝謝 那個我們很感謝那個洪老師 深入潛桌的說明 其實個人平均是躺6.4年 所以運動可以讓我們靠後戲 如果不是猝死的話 是讓我們享受這個死前的尊嚴 那我從那個洪老師的整個 這個演說過程中 其實我也是在反省我自己啊 以前有長輩 曾經給我三句話 我現在才知道 其實都是心理上的問題 他們叫我要得理饒忍 叫我要以柔克幹 叫我要心平氣和 然後我體能非常好 我健康也沒有問題 所以我常常說 那姚老師什麼都練過了 只有心理素質不夠 情緒比較難以這個掌握 但我也從洪老師在演說過程當中 他比較像心理導師 而不是一個心理學專家 各位認同嗎 我也從洪老師的這個演說當中 我也發現我有很多優點 哇原來我 然後我刮風下雨 颱風天出去跑步 用那些訓練我的任性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跟我同樣的領悟了 那接下來啊 我們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一定要比照前幾回的那種演說者啊 不過問滿一個小時是不可能離開的 除非你上廁所 那我們把這個主事啊 交給我們豬活潑的這個主事 既然那個我們咬大主人 我已經分享這個心得 我也分享一下好了 就是 就是 怎麼講就是我們常聽一些演講 大家就有很多理論的基礎 因為我們這是運動科普講座嘛 所以科學也是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 我覺得洪老師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就是他科學的東西他都告訴你了 為什麼會這樣這樣這樣 之外 他也告訴你食物面要怎麼做 因為我們常常聽完以後就 喔對啊 我知道啊 然後咧 那沒有方法提供給我 那洪老師很厲害的地方 他是把方法也提供給各位了 接下來就看各位有沒有心要做 好那我們一樣是就是有 接下來有15分鐘的Q&A時間 歡迎大家盡量把你的想法 不管是要共生想 或是你的疑問 可以提出來 運動 可以增加那個壓力率 那如果 提高 可以提高壓力率 那如果一個天生神經大條的人 如果他又運動 那是不是變成火災來了 他還是不為所動 這個問題好像不怎麼好回答 哈哈哈哈 好 基本上我們的 我剛剛做這些建議的主要是對 對一個在生活上面會遇到比較多壓力的人 那一個即使天生神經很大條的人 那 他也要看他的手指是什麼環境 因為這是一個很樂觀的 他還會主在很壓力很大的環境 那這個東西都會變的 所以剛剛講說 樂觀悲觀 這個東西 他不是一個 生出來他是樂觀 他是一定的樂觀 因為那個樣子都不會變的 是 我們跟人的性情 如果從剛剛講神經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都具有很高的咳嗽性 這咳嗽性就是 它是一個dynamic 我們是 我們跟環境 一個interaction之後的 一個outcome 這個outcome 它是會受到下一次interaction的影響 所以就是說 如果即使一個神經很大條的人 那他如果 如果他 在生活環境上面 他就遇到一些壓力 他是不是產生壓力反應 那有一點點 還是對他身體會產生一些負面的impact 那我還是希望他 能夠去做這些壓力的這個營業方式 讓自己呢 比較不要受負面壓力的影響 這個是 你說會不會造成大災難說 他連地震來了 他說快跑 他又不跑 沒什麼東西 會怎麼樣 被壓死了 這個應該是還好 應該應該 因為結果不怕 因為畢竟就是說 我們人的這種對威脅 對這個環境威脅上面的一個反應 我們還是會面對實際情況還是做判斷 不會 不至於說 都已經 第一人來 要打你還不跑 不會啦 為了去servive 他還是會有這些指示的話 就是說 壓力神經比較大條的人 他可能是稍微 就比起比較神經指的人的話 他會比較不容易起壓力反應 但他還是會起 他不起的話 就進化了講話 看那些人早就被 受判斷了 他應該 應該 他的祖先是不在了 他沒有規律在這個時候 請問來了 請問來了 請問 王老師你好 剛開頭的時候 我們人類會有想法 會有想法 然後之後產生意圖 然後意圖就是去行動之後 然後有行動之後 就會有養成習慣這樣子 那請問班來講的話 大概經歷過多少次數的行動 或是 多久的一個 期間之後 我們會變成 把一個單獨的行動 變成一個習慣 那我們又怎麼能夠 自我去判斷說 他究竟是不是 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 舉例與意眾來講 比如說慢跑 那今天我覺得慢跑 對我來講是 有益的 那我開始去慢跑 或是我找朋友去慢跑 那可能從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到一個禮拜兩次 那我慢慢增加之後 有沒有要判斷說 我已經養成是一個習慣 好 謝謝 故事文問題 如何 要經過多少次 我們總去判斷 我們變成習慣 其實在這個 在行為習慣上面 行為習慣可以運動 我剛剛雖然是用運動技巧的角度 來跟各位做說明 但是它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運動技巧 比如說打網球 我剛才學打網球的時候 我可能要很注重 很注意所有細節 然後最後我才能夠把這個球打過去 打到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不用去注意到細節了 我就可以把球打過去 這是所謂自動的狀況 那行為習慣的 行為習慣差別就是說 你還是有一些便宜 只不過說 它的反覆 它的反覆呢 會帶來什麼 會帶來你碰到阻礙的機會越來越少 或是說你碰到阻礙 你具備克服阻礙的能力越來越高 我舉例來說 你本來不跑步了 你今天去跑步 你去跑 你剛開始跑 結果下雨 下雨不跑 你下雨這個就是阻礙 所以你碰到下雨這個阻礙 你的能力去克服它的能力 就比較沒那麼強 但是像姚主任下雨 下雨正良 你知道嗎 所以他碰到下雨這種 這種比較多阻礙的 他就有因應的手段 用另外的心態來面對他 或是他可能有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option 比如說 下雨 好像中文大學也有體育館 像我 我也在跑步 我碰到下雨的時候 我們失大 有時候體育館 大家在運動活動裡跑 我就跑到觀眾團上面 那個摸之嫌 就是在 他這樣 全都笑了 就這樣來回 一直一個lap 這樣來回 所以你做這件事情 你做的經驗越多次 反而越多次 他給你帶來 比較強的行為意圖 碰到阻礙的時候 你退縮的 那種機會比較小一點 第一個 第二個他給你帶來 比較強 比較多的行為 autonality 所以我就可以去 去面對這個阻礙的時候 我還是有其他方式 可以來繼續來做 這個應該是 行為上面 你會拘變能力 有沒有哪一天做 完全都沒有 好像沒有那一天 因為你還有可能是 跑十年突然還是不跑 還是有人有 所以在我們做的行為改變 這裡面 就像抽煙 戒煙 戒了十年之後 哪一天 抽了還是有 所以這種relapse 的情況還是會有 那比較重要是說 你學習怎麼樣 透過不斷的 不斷的去應應 會想要打退堂鼓的這種想法 跟這種環境的阻礙 讓你的行為能夠持續 而且這才是關鍵 多少次 這很難說 因為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想在這個運動心理學的研究裡面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如果你開始規律運動 開始規律運動 持續時間超過六個月 你說一個月 比如說一個禮拜三次 你能夠持續超過六個月 我們就說你進入維持期 維持期的意思是說 你應該留在那個地方的機會就很大了 不敢保證一定會有機會很大 所以六個月是他的一個 一個magic number 剛剛這裡好像還有一個問題 教授你好 我是物理學的學生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運動基本上是讓我們 面對壓力的時候 有不同的心態去看待他嗎 是這樣沒錯吧 不同心態看待他 就是用比較好算樂觀的心態去面對壓力是這樣嗎 應該 應該 比較是屬於是說 你如果 你如果在運動的話 你面對壓力的時候 面對壓力的時候 應該說壓力 糖水到你產生壓力反應 你透過運動的壓力反應把它去除掉 那比如說 我想再多一點說明 比如說 你下個禮拜要考試 對不對 這考試很重要 你想到這考試你就有壓力 那有這個壓力的話 可能會讓你比較睡不著覺啊 比較吃飯啊 什麼的方面 會有一些影響 那你如果 你在你的準備當中呢 你花個半小時到一小時 這個時間 跑去做運動一下 運動完之後 第一個它會讓你的整個 這個緊張就會下降 你比較不會緊張 第二個就是 你運動完之後呢 你腦筋比較清楚 你在練習的時候會比較專注 那這樣的一個效果 可能會讓你的準備會更有效率 來應付那個壓力 這個是運動的效果 運動沒辦法把壓力拿掉 你考試下禮拜考試 有沒有運動還是要考試 對 就是我想問一下就是 那竟然是 它就是算是解除我們壓力的 的一種方式嘛 對不對 疏解 那我想問一下 那 因為其實 疏解壓力有很多方法 對不對 假設我現在 玩電動之後 我覺得我 考試沒有壓力 那這樣運動跟打電動這樣 好 很好 謝謝這個問題 我的slide 本來有放這個 但是 我因為 想說要節省時間 所以我就把它拿掉 這個疏解壓力的方法 你 對我就是想問這個 OK 好 很好 好 這個 疏解壓力的方法很多 非常多 剛剛講打電動 看電視 聊天 看電影 逛節 雪拼 對不對 甚至睡覺抽菸 喝酒 都有人做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這些東西 都可以疏解壓力 都可以疏解壓力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些東西 疏解壓力的其實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disfaction 他就來自於把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去 他的運作是switch你的attention 然後把注意力 我把你的attention把它注意到別的地方去 你不會去想到有壓力的事情 來疏解壓力 但是 你如果有剛剛有 有記得我剛剛講的 你壓力來的時候呢 你身體會起壓力反應 這個壓力反應就是動員身心 來準備對抗這個威脅 這個動員起來這個東西呢 你把它switch掉它是沒有消耗掉 它沒有消耗掉 所以所以有人說啊你要去 你要去靜坐 透過靜坐透過呼吸 來疏解壓力 那我給你一個建議就是 你先透過比較稍微激一點的運動 先把剛剛講那個動員的東西 來把它消耗掉之後 你才來做靜坐 這樣的健康的效果呢 會比單純沒有去消耗掉 只是做靜坐還要好 打電動就不用說 打電動是稍微比靜坐還糟糕 因為打電動本身它會 它會活化你的加管神器系統 如果你打得很激烈的話 喔喔喔喔這樣 其實是還蠻活化你的加管神器系統 所以這個這樣一個 你給運作 活化加管神器系統 但是又沒有很多的肌肉活動 因為我覺得 特別是大肌肉活動 它對你身體時常是不好 這個是你要 如果你想要用打電動來玩的話 它是一種game 但是不要把它當作是一種 輸解壓抑的玩意方式 運動打電動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健康比較不會有負面影響 老師你好 我想問兩個問題 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假設今天就在比賽的決賽 最關鍵那個時刻點的話 就是心態帳你要怎麼去想 比如像老師本身也是國手 也比過大大的小小比賽 就是在那個最後一球 Duce的時候 那種心態帳要怎麼準備 因為像老師剛才說的 應該都是些平常對於心態上 就是調整與提升 就是在這個時刻點 就是該怎麼想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在平常訓練 如果在有很有壓力的狀態下訓練 是不是也對抗壓的那個心態會有提升 我先問第二個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好了 你非常的會跟 可以走運動心理學 非常會跟 這個先廣告一下 運動心理學 事實上是還蠻賺錢的 運動心理學的一個行業 在歐美的話 我們這種工作是算終點 比較多的終點 一小時是看對象 在台灣當教授沒什麼錢 看對象 如果你的對象是 如果你是高等級的 比如說F1的賽車手 或是你是直接高握球選手 或網球選手 這種對象的話 你是跟他彈手 彈百分比的 不是彈重點 可以彈百分比的 比如說OK 他一年賺 比如說賺兩千萬美金 我拿裡面的3%5%這樣 這種工作可以賺很多錢 所以我說你有會跟 可以考慮走這個方向 好不好 沒錯 你要幫助運動員抗壓的一個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讓他在練習當中有壓力 練習當中有壓力 可以幫助他抗壓 因為剛剛講過壓力會讓人怎麼樣 不然產生application 他在壓力情況之下 他自己會尋求因應的手段 那最後他就比較抗壓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如果在最關鍵的時候 要用什麼型態去面對 其實我剛剛有講過 你得失心越重 得失心越重 越容易scool up 這個他特別有一個英文 就叫choke ch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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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查字點 choke是這裡給我們 不然給我們飼定的 choke 這個choke 他特別的意思是壓力下的失常 壓力讓你失常 壓力下的失常要choke 所以你如果得失心太重 你就特別容易choke 那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要去enjoy那個process 所以要告訴我 這是一個process 好不好 這件事情這是一個process 你現在是最後一球 或是最後一場比賽 你可能想說 我全世界幾十億人口 也沒有幾個人 能夠像我這樣子對不對 能夠有這種一個場合 能夠去enjoy這件事情 你就去盡全力去做它 不管結果如何 我就是enjoy這個process 當你是用這種心態去面對它 說你反而能夠產生一個電風表現 所以 所以他的這個副產品 就是非常好的表現 這個產品是 我去享受這個過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當然這個絕對不是平常說 我們一定要演 平常都跟選手講說要演 要演 然後到比賽的時候跟他說 所以沒關係 想過過程就好 這樣是行不通的 所以通常我們在給教練教育的時候 就是要教教練 要把運動放在 讓運動員去想 去享受運動的過程 想到什麼過程 想到自己面對挑戰 自己的極限 能夠把它激發出來這種過程 當他運動員有習慣這樣的一個心態的時候 他的能力的表現 他的潛力發揮 就是變成是一個副產品 可能就是贏的副產品 不是主要的產品 這個是對於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好不好 謝謝 好 因為現在已經八點 所以我們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謝謝 老師我想問一下 就是像球類比賽的話 如果說就是他是在這個團隊裡面中 就是技能算最好的一個選手 那當他的隊友沒有辦法配合他的時候 他本身自己好勝心又非常的強 他發現他的隊友沒有辦法配合上他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個就是比較激烈一點的情緒 那這時候是應該讓他在場上去轉移他的注意力呢 還是就是只能用鼓勵的方式 要他不要去配合他的隊友 好 這個團隊比賽的我想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動力 所以你剛剛講的是說 如果是一個全隊可能是最好的選手 那他的表現不錯 但是他隊友配合不上來 所以可能團體的成績來講是屬於不理想的 那像這種情況的話 這可能是平常就要做了 比賽很多事情 不要在比賽的時候才有一個新的什麼做法 這個我們在我們在輔導我們的這個搖運選手的時候 我們都要很長時間來跟教練 來跟教練教育 讓教練在他的帶隊方式上面 在平常就要建立 建立什麼 建立就是各司其職 各司其職 因為他這個團隊相當有他自己本身的角色 每個人把自己的角色把他扮演好 然後我們可以去評估 每個人在他自己這個團隊裡面 他扮演角色到底他應該禁止 對不對 如果這個地方他不是不禁止 他可能是今天表現不好 因為這個隊友表現不好 有些時候隊友其實也不是說他故意把他表現不好 他隊友可能是很想表現好 但是剛才講的壓力一大的時候 德西心一重的時候就容易失誤容易表現不好 所以像這些都是平常就要去訓練 讓所有人都知道 這隊裡面的人 每個人在團隊裡面都是百分之百的付出 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團隊不是只有自己表現好 而是想辦法幫助隊友表現好 所以如果一個團隊 他有這樣每個人都有100%的effort 的付出 然後每個人都有說 我如果把我崗位做好之後 我還想辦法盡量協助我隊友把他的潛力 把他的公文把他發揮出來 如果這樣一個心態的話 他的想法就不是說 怪罪隊友表現不好 而是說 那我可以怎麼做 可以讓你表現更好 這樣這個團隊他的口必訓 他的靈機率會大五提升 那整個團隊的表現會變比較好 這個 絕對不能比下手才做 平常就要這樣處理 我有面對同儕要我問問題的壓力 所以請老師幫我們紓壓 那個曾雅尼一絕不振 如果你是他的這個諮詢師的話 我們應該從哪些這個sign來看出 還有這個東山再起的這個傾向 謝謝 好 這個其實曾雅尼是 曾雅尼這個case 我們想過很多 想過很多 那 要去真正要去評 要去給他一個首詢 是需要比較多的評估 就是有點像是說 以前在問我說 某個人他好像有病 那你要怎麼給他處方 我都沒給他做檢查 我沒辦法給他處方 所以我不敢亂講話 他說要給他處方 從這些媒體 一些地方來的訊息 告訴我們 曾雅尼應該有私生活的問題 有私生活的問題 私生活的問題是說 他可能他在訓練以外 他還有很多很多其他 一個優秀運動員 應該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去 這個非常嚴謹的地方 他可能嚴謹的地方 所以地方不是那麼嚴謹 只是我從周遭 從周遭到這個訊息 能得到 但是我說 我不太敢講 是因為我沒有真正去跟曾雅尼 講過話 他如果來找我 他如果來找我 我很樂意 花一些時間去跟他 去跟他 去邀請他 去邀請他 然後去開門一些處方 當然他找我 我一定要收哪很多錢 我們謝謝洪老師 其實我剛剛忘了介紹 洪老師在北體那段期間 那個運科所所長 然後運科中心的主論 就是那段時間 我們那個 林詩欣獲得了 陳詩欣獲得第一面的 那個跆拳道的金牌 那相信洪老師也特別的著力 那我們今天謝謝洪老師 洪教授 給我們這麼足夠的研究 謝謝 謝謝